《中國太平保險》 《中國太平保險》 《鳳凰》全權連線 《烏尚書》 《美國總統拜登》 發表日內第二份國情諮文 就經濟 民生與外交等議題 闡明它的施政成果 整個演講的總基調 是《中國太平保險》 宣揚政績以及呼籲兩黨團結 但是拜登的演講過程當中 多次遭到共和黨人喝盜彩打斷 《國情諮文》演說通常是 總統為連任爭取支持的好機會 然而面對分裂的國會 難纏的共和黨 拜登壓力重重 就連民主黨內部也有聲浪質疑 拜登高達80歲的年齡無法勝任 不適合連任 今天晚上的《鳳凰全權連線》 《華盛頓》直播間 有《鳳凰衛視著》華盛頓記者陳立南 華盛頓現場請到的是 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教授趙全勝 北京現場有中國人民大學 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刁大明 三方一起聊聊 國內分裂 國際混亂 年歲已高 拜登競選連任面臨哪些挑戰 以及因氣球事件 被推到風口浪尖的中美關係 接下來有沒有緩和的空間 首先來看李亦帆的追蹤報道 當地時間7號晚 美國總統拜登發表任內第二場國情咨文 也將是首次面對 新界美國國會發表演說 作為美國版政府工作報告 除了總結過去兩年政績 更要為今後一年施政方針 立法議程定下總體基調 亦可能是拜登趁機為2024年大選 曝露試水 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對於通常會在國情咨文演講中 展示自己所取得成就的美國總統來說 這可能是場艱難的退銷 在一個多小時的演講中 拜登花了較大篇幅 細數過去兩年 他在經濟 立法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並指出美國經濟正由新冠疫情中恢復 通脹開始由高位回落 還呼籲國會兩黨合作 通過更多立法 拜登並表示 將讓郭英內始於美國 政府將繼續推動 基礎設施發展 重振美國製造業 今天我表明新的標準 需要全建築物件 用國際化工具的建築物件 以美國製造成的成績單 製造成的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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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意思 不過多數美國人 似乎對拜登篩出的成績單 並不感興趣 一個最新民調顯示 目前有超過六成的受訪美國民眾 對拜登在任期內的工作表現不滿 而在共和黨人 並成長眾議院的情況下 拜登想要推行社會任期裡的優先事項 也無疑面臨巨大挑戰 因此美國輿論認為 拜登想藉此次國情諮問演講 提振支持率 為參加2024年大選奠定基礎 恐怕並不容易 除了吹捧自己在就業 高新技術產業 基建 醫保等多個方面的政績 並提及了經濟 氣候變化 槍制管控 移民等多項議題 而在俄烏衝突即將持續 一周年之際 拜登還表示 美國捍衛了自身所認同的原則 並發揮領導力 團結了北約和世界 此外外交政策 尤其是中美關係 是國情諮問 備受關注的焦點之一 拜登在講話中 至少五次提到中國 超過2021年首次 對國會演講的四次 和2022年首次國情諮問的三次 拜登特別強調 美國將加強在關鍵領域 同中國的競爭 來捍衛美國的領先地位 有學者分析 相較以往競爭合作 與對抗三分法的表達 拜登在這次演講中 更多強調競爭 且措辭更加強硬 這些也無疑反映在 近期中國無人飛艇事件上 而中國各方 在提出抗議批評後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徐學院 臨時代辦 7號也奉命 就美國武力襲擊中國 民用無人飛艇 向美國國務院 和白宮國安會高官 提出的嚴正交涉 拜登任內第二場國情諮問 重點關注哪些話題 國情諮問演講 能否為拜登 2024年總統大選鋪路 拜登多次提及中國 會對中美關係 產生哪些影響 是水溫 好 這份國情諮問演說 對於各界來說 到底從中可以觀察到 不管是對拜登的知識度 兩黨的博弈 還是未來美國的走向 有哪些有價值的點 先請出各方嘉賓和記者 為您全盤分析 好 首先來連線的是 祝華盛頓記者陳立南 立南美國史上最高齡的總統 拜登是發表了 一個小時13分鐘的 國情諮問涵蓋方方面面 他是大力宣揚自己的政績了 但是出來之後 現在美國兩黨輿論各界 對於這份國情諮問的支持度如何 好的 楊叔 那麼在一個小時13分鐘的講話當中 拜登有一個小時10分鐘 都是談到內政方面的議題 他包括講的是有大篇幅提及經濟就業 這些都是選民最關心的議題 以及美國本土製造社會福利等等方面的議題 也宣傳了他在上任兩年來的這些立法成績 比如說芯片法案 控槍法案 基建法案等等 同時拜登也敦促國會通過他支持的 增設富豪稅 提高社會福利禁止突擊性槍械這些方案 但是拜登和民主黨人現在面對著 其實是一個權力分割的國會 那麼實際上他們要推進這些方案 是更加困難的 那麼拜登在講話之中的這個主題 不僅包括他曾經提到的兩黨團結合作 今年的這個講話當中 他還有完成工作完成任務的這個主題倡議 那麼主流媒體都指出 這是為拜登他自己2024競選連任總統定下這個基調 而各方目前也在揣測 拜登到底會在什麼時候會宣布再次參選 目前民主黨內實際上有部分議員 仍然沒有明確給拜登背書 跟往年一樣的是和總統統一黨派的議員 基本上都發出讚揚 而另一個黨派的議員是紛紛進行批評 今年拜登講話期間甚至還有不少的共和黨議員 是現場直接賀道采對嗆拜登 而有些新聞網絡對收看國情咨文的民眾進行調查 有72%的民眾對這場演說持正面態度 那麼稍後應該陸續會有其他機構的相關民調出爐的揚書 好 謝謝麗南帶來的報導 立刻請出華盛頓現場 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趙全勝先生 我們看到拜登首次面對共和黨執掌的眾議院 發表國情咨文演說 本來它的整個基調是要呼籲團結 但是令大家印象深刻的是 共和黨明目張膽的賀道采 你對這個現象怎麼看 以及對拜登整場演說有怎樣的評價 兩黨在國情咨文發表的時候 有不同反應本來也是正常的 但是這一次做得有一點不活 他高聲地呼喊核道采 而且還有的人呼喊總統是一個騙子 這樣的就是國會議員共和黨 這就凸顯了美國國會 還有美國政治中極端兩極化 而且這種分裂的情況 對美國國內的治理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擾 我們也都知道 拜登這一次宣揚了他的很多的國內的治理 還有國內的成績理念 但是這一些基本上是得到本黨的贊成與擁護 那麼在這個一個情況下 我們也都知道有一個大背景的情況下 就是明年的總統選舉 那現在呼之欲出的就是拜登要繼續進行競選 這個第二任 那在這個情況下 他當然要表現出第一 他的政策執行的是合理的 是取得了很大成績的 那第二呢 也針對大家的疑惑 對於他這個高齡 他在這整個演說 我也從頭看了一遍 是呢 表現的是經歷這個衝突火花四箭 但是這樣的一個表現呢 並不能這個排除大家對這個問題的疑惑 我們也都知道 拜登是1942年生人 剛剛過了他的八十大獸 那麼美國最高齡的這個總統呢 來進行選舉總統呢 這在美國歷史上當然也是第一次 那麼通過這個國情資文呢 當然從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出來呢 拜登呢也不愧是政壇的老手 也就是說他反覆地呼籲兩黨的團結 共同支持他的一些改革路線 雖然呢 共和黨的大多數並不買賬 但是呢 應該說這一次的國情資文 在國內政策方面 他還是包裝的 包裝的還是不錯的 凸顯了這一系列的經濟什麼醫藥 什麼徵稅等等這一些問題上 他在這個總統期間所取得的成績 好 楊叔 謝謝趙仁勝老師 來在北京現場請出的是 中國人民大學的國際關係學院 教授刁大明老師 剛剛說到就是拜登的這個整個基調 是宣揚自己的政績 那就美國的教授也認為 其實做得還是不錯的 但是我看到華盛頓郵報有份 非常有意思的一個民調啊 說雖然拜登確實做了很多 有立法 然後中期選舉 沒有讓紅色浪潮重新出現 然後菁姐做得不錯 但是有高達60%以上的美國民眾表示 他們感受不到拜登做了很多東西 而且對拜登的執政無感 在您看來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剛才趙老師談到 是這個做得不錯 大概恐怕就是國情資文的這個意義上 就是拜登呢今天談得還不錯 也就是說這個夸夸其談 說得還讓人感覺好像是天花亂墜 但是事實上我們也看到 就是過去兩年以來呢 它確實是這個推動了一些 比如說所謂的重大的一些立法 甚至比如說在這空槍問題上呢 也做了一些這個所謂的這個 什麼紅旗法案等等 但是很明顯感覺呢 過去兩年當中呢 它確實沒有完成在競選期間的 最關鍵的一個承諾 就是所謂的要治愈這樣一個這個 支離破碎的這樣一個這個 持續分裂的這樣一個 美國的這麼一個承諾 我覺得其實現在看呢 美國在各個方面呢 確實還都處於一個 不太理想的這樣一個狀態 比如說經濟上 確實現在看這個通脹壓力 其實還是空前的 未來呢這個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 這種可能性呢 目前看也是非常之大 而且包括這個美國這個社會層面上 這樣一些各種這種社會問題啊 包括這個槍支的問題啊 包括甚至目前也看到的這個 愈演愈烈的這個警察這個 暴力執法等等這些問題 雖然這次都有談及 但是呢似乎都沒有開出 有效能夠解決的要方 所以我們才會看到呢 美國這個非常長時間 有過這麼一個民調啊 就說這個民眾認為這個國家呢 處於錯誤的發展方向上 到底有多少人 那現在我們看到 其實最近的民調也顯示呢 大概有75到80左右的 美國民眾呢 認為這個國家呢 仍舊處在這個錯誤的發展方向上 那這個狀態應該說 是相對於拜登這個執政兩年以來呢 沒有任何改觀的這麼一個狀態 而且我們也知道 拜登自身的這個 多加的這個民調的這個 顯示它的滿意度和不滿意度 從這個2021年8月中旬 也就是拜登的這個決策啊 在這個阿富汗撤軍啊 倉促撤軍的這個時間節點之後 它的滿意度呢 就明顯略明顯低於不滿意度 目前呢滿意度是4成啊 不滿意度大概5成5 這樣一個狀態 也就是說呢 是一個所謂的負滿意度狀態 說的通俗點呢 也就是說是欠著選民的 這麼一個狀態 這些狀態應該說 這個是這些數據都足夠說明 它過去兩年執政這個表現啊 應該說是沒有辦 沒有得到這個美國民眾啊 正面的這樣一些評價 那這樣一種狀態 這樣一種客觀事實呢 恐怕也不是它本人 或者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在一次演講中標榜一下 就能夠解決得了的 主持人 好 謝謝 來 趙仁軒老師 我繼續請教的是 剛剛也提到一個問題啊 就是拜登上台 確實做了不少成績 但是普遍的美國老百姓 他感受不到 而且對於美國將來要往哪裡去 美國未來的方向是什麼 是感到普遍迷茫甚至悲觀的 我想問您實際的感受如何 以及這個情況有多嚴重 確實是這樣啊 正如剛才咱們聊到的 就是拜登他自己 這麼表現一下 他自己這個預期啊 和現實是有差距 那美國老百姓當中啊 特別是這個 無論是經濟情況 內政外交等等 特別是這一段出現的這個高通膨 而且大家都很不安的 就是有可能 今年就要陷入衰退 但是大家都在有這個預測 都在做準備 對 那與此同時呢 我們還看到 剛才這個大明老師也講到的 暴力執法 最近又發生了 對吧 這個曼菲斯 這個警察這樣的一個事件 這是連續不斷的 再有就是這個校園槍支也好 這個其他的娛樂場所的槍支也好 這個可以說是持續不斷 這些呢 都使得美國的民眾啊 對將來的發展信心 是可以說負面 要大於正面 那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如何扭轉 而且我們也都知道 像這個美國1月6號 國會山暴動這個事情 雖然在美國國會做了聽證 做了批判 但是呢 並沒有得到一個根本的解決 那現在特朗普還要東山再起嘛 所以這一系列的事情 都說明啊 美國的這個 它的一些帶有根本性的 一些美國內部的 這樣的一個問題 特別是處於分裂狀態 這個問題 並沒有得到一個很好的解決 所以這個也是擺在拜登面前 這個這樣的一個狀況 不是靠一兩次國情資本 比如它準備得很好 這個呢 並不能就說沒問題 我們剛才也講到 從這一次國會議員的 喝倒彩就可以看出來 好 謝謝 來第二項目的老師 你怎麼看 現在大家都關注 就是對2024競選連任的一個影響 那剛剛我們談到 就是對於國內經濟 其實拜登手上兩個非常緊迫的 一個議題 一個就是 政府預算案的一個刪減談判 另外就是 今年中美國的國戰上限 可能又要重新談了 不然的話又要關門 以你的看法 以現在就是國會兩黨 這個分裂狀況 拜登有沒有能力駕馭 另外就是說 它如何處理 如何施政 未來這兩年 它這個順利程度如何 會如何影響 它在民主黨內的提名 確實現在看這個 債務上限這個問題 包括這個2024新財年的預算 現在看是 這今年的這個 美國政經的頭等大勢 但是對於拜登來說 畢竟在國會裡 混迹了三十多年 在參議院他也是比較熟悉 這個國會的一些討價還價 應該說他還是具備一些這個準備的 比如說這次郭靖斯文當中 他面對共和黨的一些這個賀盜彩 他還說我給你提供一份資料 我們可以談 我喜歡爭論等等 我覺得他是有所準備 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 比如說國會眾議院的這個共和黨人 這些人 就是說在這個議長難產的 這種情況下 受到這個在財政意義上 非常鷹派的這些自由連線 驅動的這個麥卡錫這些人 恐怕很難在這個財政一些議題上 和拜登輕易達成妥協 所以如果這麼看的話 可能在顧上限問題 這一次比以往可能更難解決 造成政治危機 甚至經濟危機這種可能性 確實可能比以往更大 那如果出現這種情況的話 當然對拜登的這個連任之旅 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但是按照以往經驗也表明 包括政府官員等等 選民基本上是各打50大板 對於兩黨恐怕都會 背負一些選民的這種壓力 可能不是僅僅拜登受到壓力 但是面對他的這個連任的這個情況 我覺得首先就是說 90年代以來 在任總統他如果能夠謀求連任的話 他一般情況下 會在中期選舉年之後的 那一年的上半年的後半段 也就是說按照今年的大概就是 四月份到六月份之間 才宣布競選連任 所以現在看呢 可能還要等兩三個月 拜登才會正式宣布 現在看的民調確實 就是說對拜登 民主黨內部認為拜登還是別選了等等 這種呼聲比較高 比以往都高 但是我覺得呢 這個是拜登沒有宣布連任的時候 他如果真正宣布連任之後 那民主黨呢 因為選無可選嘛 如果在一開始就否定一個 再任總統謀求連任的意願的話 那不就是自我否定嘛 所以如果拜登有意願表達要選 那可能民主黨呢 還是會這個 聚攏在拜登的這樣一個 這個選舉的這樣一個方向下 支持拜登 因為畢竟是一個選舉的 這麼一個狀態 而且是選無可選一個無奈狀態 但是即便美國經濟不理想 即便拜登要參選 即便他高齡 但是選舉的結果呢 畢竟是選舉看對手 如果是特朗普 那拜登我覺得可能勝算還是很大的 如果是其他人 比如說70後的德桑迪斯 那拜登的這種高齡的這樣一個狀態 可能就更加突顯出來 那他的勝算可能就會有所 就會有些其他不確定性 所以現在看呢 拜登方面有自己的問題 但是對手是誰 恐怕就決定最後的結果 主持人 好 兩個關鍵問題啊 第一說民主黨內可能沒有 能對他構成絕對挑戰的一個人 第二個就是要看共和黨 到底推誰出來選 可能會決定最後選舉走向的 兩個關鍵因素 對此這個趙全生老師怎麼看 確實是這樣 從歷史上來看 基本上沒有就是本黨的黨員 對本黨的候選人 就是在任總統提出挑戰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民主黨內部 大家都在憑重呼吸 在等著這個最後的宣佈 那從拜登多次放出來的信息來看 也是大概率 就是說呢 在今年上半年可能會出馬 宣佈 那當然了 這裡面不排除突發事件 特別是他身體 到底怎麼樣 所以我們現在還在觀察 那如果 如果確定的是拜登的話呢 那在共和黨那邊 那就有很多好戲連盆了 特別是特朗普 這樣一個很大的 大家都抱著很大的問題 而這個到底往哪個方向走 如果他出來的話 那如果他不出來 或者他沒有被共和黨提名 像佛羅里達的州長 這個蒂桑德斯還有其他人 那這個情況呢 就又出現了另外的一個情況 那拜登 如果和這樣年輕一代的人的競爭的話呢 勝算如何錄死誰手啊 這個就很難說了 這個就要看 美國大選一向都是這樣 不到最後一分鐘 有的時候很難確定 好 好 這確實是這個選舉的魅力所在 就是年齡其實不是問題 民調也不是問題 不到最後一刻 不會有真正的關鍵答案揭曉 好 下節回來我們看一看 最近備受困擾的氣球事件 接下來到底會如何發酵 以及中美關係 有沒有緩和轉緩的餘地 一會兒見 好 最近氣球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啊 又將中美關係推上了風口浪尖 而最近美國總統拜登就這個世界 到底對中美關係會造成怎樣的影響 也首度開槍表態 好 最近情況立刻連線的是 駐華府記者麗南 麗南 你這掌握 好的 楊叔 那麼在拜登講話的三分 一個小時13分鐘裡面呢 是有三分鐘講到國際議題 而涉華的內容呢 是佔了不到一半 當中的拜登是再次表明 美國尋求與中國競爭 而不是衝突 並且呼籲投資 加強美國本土的創新能力 以及對盟友盟國加大投入跟合作 維護高端技術 同時他也再次呼籲 對美軍進行現代化 以維持穩定 形成威懾 而這些都是拜登本人 以及他的班底 曾多次表達的立場 而這14句涉華內容當中呢 是有一句是涉及氣球事件的 而這個最新內容呢 也是今天早上 多家主流媒體 所關注的頭條內容 楊叔 好 謝謝 謝謝麗楠 來繼續請教的是趙全盛先生 其實之前我看到 美國裏面的報導 有人問他這個氣球事件 到底對中美關係 會造成什麼影響 他說不會影響 而且他說在合適的時機 布林肯還是會訪華的 在結合今天國情諮問當中 他提到中美關係 其實只是競爭而不是對抗 所以你怎麼看 是不是拜登本人 其實依然有意願去改善或者緩和 中美關係只是受到 美國國內一些反華勢力的掣肘 以及這個事件後續會怎麼發酵 到底還有沒有轉換這個空間 在中美關係這個拿捏方面 把握方面 他還是一方面 把中國定為最大的對手 但另一方面他又強調 剛才你也講到了 是競爭而非對抗 而且我們也都知道 這是因為氣球事件 這個布林肯訪華 用的是推遲 他不是說取交 當然他說是無限期了 就沒有最後定 那這個方面最關鍵的 我的感覺就是還要看 中美雙方的互動 總的感覺就是說 這個氣球事件 如果出現了這樣的一個 傷害兩國關係的 這樣一個狀況 但是拜登目前所秉持的 我的感覺還是老的這個做法 就是鬥而不破 就是中美雙方在這個分歧的時候 或者在一起談 所以從這個方面來看 美國方面很大程度上還是有求於中國 那當然中國方面也是有 鬥而不破這樣的想法 畢竟是中美兩大國 坐在一起談 總比打起來要好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雙方都有避免要出現 由於這樣的事件 重大的衝突 那麼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這個布林肯做準備 至於什麼時候能夠恢復 什麼時候能夠成情 很大程度上要靠 中美雙方的這個互動的安排 也就是說 目前2023年 確實是中美關係一個重大的 我們也都知道 比如像他的這個speaker 他的議長 這個Kevin McCarthy訪台這個事情 還有很多台灣方面 在做準備 在華盛頓這邊也有 比如甚至還有傳聞 還在努力 要爭取蔡英文過境美國 到美國國會去發表講演 這樣的說法現在都有 那這樣一個情況下 就會造成中美關係的重大倒退 也就是說 就是說呢在這個2023年 充滿了不確定性 也這樣一個情況下 高層領導外交人員 做好雙方的溝通 就成為非常必要的 好 楊書 好 謝謝您對中美關係的展望 2023年才剛剛過了一個開頭 就發生了很多重大的事件 而且後續還有很多的挑戰而來 看樣子 今年對中美關係來說 確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我們看看領導層 有沒有一個決策的智慧 非常謝謝各方嘉賓和記者 對此做了深入分析 謝謝收看全全連線 我們再會 現在仍然會是 隨意的彷彿黃如個線 平和的消失 換了新面貌 既然新風暴 不用太客氣 上下地獄 見著到我邊拋 這裡該建造 櫃子都忘掉 竟然全注定出來見上帝 看我先天到 Hey monkey 電力及爛這 funny 說我不知道 但我卻也知道 速度偽裝一切為了 money 看到你我卻想吐 把失敗的感覺寄出 懷開角度 你招數掉我套路 我在這等你報復 It's Hugh Mac the Silence Loudy